法国9月首推特别乐透彩收益抢救古迹 法国将于9月推出国内首线的古迹乐透彩和呱呱乐 期望收益可达1500万到2000万欧元 以修复日渐轻推的古建筑 费加洛报 Elie Vigoro 报道 总统马克宏 Emmanuel Macron 近日邀请署百名负责古迹管理的人士到爱丽赛宫 Elie Z 一句宣布推出古迹乐透彩和呱呱乐 这项抢救古迹的集资方式 为法国首线 依照计划 乐透彩和呱呱乐的收益可达1500万到2000万欧元 约新台币5亿2150万元到6亿9500万元 用于修复国内古迹 目前有迫切维修需求的古建筑多达270件 从中选出18件优先受贿 马克宏说 古迹是国家大业 是国家政策核心 是让我们骄傲的国家认同 这项特别乐透彩将于今年9月14日的欧洲古迹日推出 投奖奖金达1300万欧元 另外 1200万张古迹呱呱乐也将于9月3日起在全国上市 每张售价15欧元 是法国历来最贵的呱呱乐 售完位置 投奖位150万欧元 每年的欧洲古迹日都定在周末 法国各地古迹会举办各种活动 免费供大众参观 包括爱里赛宫 总理府或一些私人拥有的古建筑 民众平时没有机会进入 但在这天都可以亏唐澳 根据报道 在欧洲古迹日期间 乐透彩和呱呱乐可能会在各地古迹入口贩售 但报道也提到 乐透彩和呱呱乐的收益远远不足以加汇所有需要维护的古迹 古迹基金会Foundation du patrimoine 估计光是这18座需优先整修的古迹 工程费用就要5400万欧元 因此古迹乐透彩与呱呱乐的发行目的 除了多少易住维修资金 更希望引起关注并获得私人资助 同时唤起大众对国家文化遗产的珍视 获选位需要优先修复的18座古迹分散在全国和海外科西加岛 Course 包括皮耶 罗提之家 Maison de Pierre Lodi 布西哈布坦堡 Chateau de Basie Rebuildin 吉尔河 Jer 德罗马市水稻桥 温德尔古桥 Pont d'Andres 等 这些古建筑的图案会印在每张呱呱乐上 这些古建筑让其他文化 M₺